海牙国际法庭就智利和玻利维亚之间 关于希拉拉水域的争端做出裁决 国际法院表示 希拉拉河是一条国际河流 并且驳回了玻利维亚对智利的诉讼 指智利无需因为希拉拉河水的使用问题 赔偿给玻利维亚政府 法官敦促这两国展开合作 而这一次的裁决是最终裁决 不得提出上诉 两国的争议水源 希拉拉河是智利和玻利维亚边境地区的一条河流 由玻利维亚境内波托西省发员 向西流进智利境内 这一次争端中 玻利维亚认为 希拉拉河是自然河流 智利长期从中取水 用于该国的采矿以及城镇供水 违背了20世纪初 玻利维亚批准的用途 智利应该为过去以及未来的用水支付费用 而智利认为希拉拉河是一条国际河流 使用该河水资源无需批准和付费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